小笼包一笼一笼上饱满内馅 还有晶莹剔透的汤汁 让人食指大动 今年不例外 台湾职光鼎泰峰 要让员工年假好好休息 农历春节对很多餐饮业来说是大旺季 很多业者都会想要抢供围炉的商机 不过现在呢 小笼包名店却决定 除夕初一都不营业 要让员工回家过年 其实鼎泰峰已经连续六年这么做 从2017年开始 全台门市春节都公休两天 除夕初一先回家 除二再回来好好上班 今年除夕跟大年初一 一样维持全台门市场 主要是因为从2017年开始 其实我们的大家长杨继华先生 对于同仁们一整年的辛劳 都能够感同身手 那也真的很希望在过年这样子 微露团圆的时刻 同仁们也都可以回家 经典番茄糖底 搭配葱花肉末 冬天来玩热汤好满足 麻辣锅品牌海底捞 今年也宣布 除夕初一公休两天 初二才开始恢复正常营业 而网品集团旗下全品牌 包含西提 元烧 夏慕尼 想压等等 则是决定出夕夜不营业 让员工回家 跟家人吃团圆饭 年假大家都想跟家人 去在一起吧 对啊 那通常都只有 餐饮业的人要上班 就没有办法过年 谢谢他 然后饭完之后 回来会更努力 一定有的员工会觉得 这是赚钱的好时候 对 那一年当中可能就这个时候 可以多一点收入 所以每个人感受不同 春节快到了 也是餐饮业最忙的时候 连锁名店让员工先休息 和家人团聚 上工后再一起冲刺业绩 董森财经新闻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